後任特首梁振英由民建聯副主席蔣麗雲陪同去愛民村吃下午茶 走的時候有記者問梁振英穿黑衣是否有特別含意 例如悼念死因不明的內地失明文運人士李旺陽 梁振英望一望件衣服和微笑沒有回應提問 梁振英出席座談會有18歲青年說 在網上看到梁振英23年前就六四事件發表言論 覺得他正義 我看到那一段時候覺得你的發言很英勇 很有勇氣而且很有正義 但你近日的發言反而被人覺得好像退步了 但可能在年月洗刷之後 可能那種熱誠會失去 在過去我們國家積約了百多年之後 這個積約不僅是物質方面的 經濟發展方面的 還有一些好像剛才你所說的非物質的精神方面 希望我們無論在這一代我這個年紀的人 或者你那一代你那個年紀的人 以至到你剛才所說的你那個族群的朋友 大家能夠繼續關心國家 梁振英回應記者提問 繼續強調對於李黃陽死亡事件沒有新的補充 我作為後任行政長官是不會和不釋然就這個問題公開討論的 過去社會上也都有人過去一兩天也都說了 過去的行政長官也都沒有就類似的問題參加公開討論的 有人大代表說他們會寫信向中央反映 中央是會注意到香港人對這件事的看法的 梁振英也都有去附近的河文田村視察地盤 有民協成員遞交請言順 要求將區內納入歐地表的空地復建公屋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黎智浩報導